世界中有许多经历数十数百年 仍旧让人们兴奋不已的谜团 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介绍 存在于现代的五个有趣的谜 就让我们开始吧 铁达尼号 首先我们要来介绍铁达尼号 为何铁达尼号最后没有浮到水面上呢 这艘史上最大的客船 于1912年4月15日 在撞上冰山之后沉入了海底 当时他们正要从南安普敦前往纽约 包含船员大约有2200人搭乘了这艘船 但最后活下来的只有700人 人们在过去努力想要厘清发生事故的原因 而这次我们并不是要讨论原因 而是想要谈论为何在事故多年后 铁达尼号的船身仍旧没有浮上水面呢 当然在人类的历史中 已经有无数艘船沉入了海底 但是铁达尼号是特别的例子 这并不是因为在詹姆斯·卡麦隆所导演的电影里 铁达尼号曾经发生一段 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的缘故 根据记录 铁达尼号当时运送着市值约3亿美元的饰品 以及宝石的收藏 另外 船内还有着乌马尔·哈耶姆的四行诗集的真迹 以及古埃及公主的穆乃伊 而许多乘客也都带着高价的饰品在身上 因此铁达尼号可说是个水中宝藏库 那么为何研究者们不试着把铁达尼号打捞起来呢 其实在之前 人们就已经有尝试要将铁达尼号打捞起来 但是却找不到船只本身 就算是长约269公尺的船只 也有可能在海中茫茫不知所踪 虽然人们最后还是找到了铁达尼号 但那已经是在那场悲剧的73年后了 船被埋在海底3800公尺处 并有严重的损伤 如果硬是将船拉到水面上的话 铁达尼号极有可能会变成碎片 这艘船实在是在海底埋得太久了 最后人们放弃将铁达尼号拉回地面的计划 并在之后将铁达尼号指定为水中文化遗产 第二个谜是关于百慕达三角洲 这个地方就像字面上所述 环绕着一股谜样的氛围 在这个面积为300平方公尺的三角形地区 已经有数艘飞机以及船只失踪了 因此那些着迷于外星人阴谋论的人们 想必会对百慕达三角洲产生极大兴趣 当船只或是飞机消失时 他们往往认为这是外星人 或者亚特兰提斯的居民的所作所为 这些想法还真是有逻辑呢 虽然让人不禁产生像这样先进的文明 会需要我们的飞机或船吗 等疑问 但这并不重要 在这里我们想要探讨 百慕达三角洲传说的真实性 以及船和飞机上的人们 究竟是消失到哪里了 首先我们要先认识 百慕达三角洲是由佛罗里达半岛 百慕达群岛 以及波多黎各所连接起来的三角地带 在这个地区里确实有着飞机 以及船只消失的记录 但实际探讨起来 并不是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 由于这个地区 时常会出现龙卷蜂祸风暴 因此在百慕达三角洲航行相当困难 这也让此地成为了创造无法解释的 失踪传说的最佳地点 UFO的研究学者们 想必会用外星人的理论来做解释 但我们要用更加现实的论点进行说明 第一点是因为从海中释放了甲烷水和物 根据这个理论 水中会产生大量的甲烷气泡 只要有飞机或船只通过 就会在一瞬间坠毁或沉没 第二个说法则是表示 在百慕达三角洲中不时会出现高达30公尺高的巨浪 第二个说法则是表示在百慕达三角洲中不时会出现高达30公尺高的巨浪 而第三个论点则告诉我们 百慕达三角洲甚至无法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十个地方的排名内 因为在百慕达三角洲里 船只跟飞机失踪的几率跟其他地方相比绝对不算高 第三个谜团是金字塔 金字塔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建造的呢 我们应该都曾在书本电影或者是实际用肉眼看过金字塔的样貌 但是在其中会对建造金字塔的原因产生疑问的人仍旧是少数 当然人们建造金字塔是为了隐匿某些事物在里面 那就是他们的君王 也就是法老的穆乃伊 这也是因为法老在古埃及是备受尊崇的存在 这个说明就足够了 不是吗 不 还远远不够 这是因为在最大的金字塔 古夫王的金字塔内 法老王的石棺并不是最主要的埋葬品 所有金字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金字塔里面有一条非常狭长的通路 不弯下腰就难以通过 要将石棺拖入这样狭窄的隧道里是不可能的 人们认为这条通路是为了其他目的而打造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建造金字塔的工人们透过这条隧道被拉回地面 那究竟是为什么隧道里建造了房间呢 这并不是普通的房间 而是用花岗岩建成的广大空间 位于墨西哥的金字塔 则是使用了当地非常稀少的材质做成 因此很明显的 并不是因为容易入手才使用这个材料 人们认为这个房间是为了缓和原子核反应所建造的 这只是偶然吗 让我们来看一下金字塔的构造吧 金字塔虽然建造于坚硬的地面 但同时也位于有着断层的地点 也就是说 金字塔所在的地方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很高 这又跟放射线有什么关系呢 也就是说 金字塔并不是为了迎合法老的喜好 而是古代的人们为了预防大自然的剧烈变动而建造的 水晶骷髅头 在第四个谜团里 我们想要探讨水晶骷髅头的存在意义 喜欢印第安娜琼斯系列电影的人们 应该都知道水晶骷髅头 在凯特布兰奇也有演出的这部电影里 印第安娜本人躲进了冰箱 成功逃离了河豹 事实上 这些水晶骷髅头是真实存在的 在现实点一共有13颗 13颗骷髅头内有9颗被他人购入 作为个人收藏 其余4个则在博物馆内被展示 这些骷髅头被认为是用玛雅文明的技术所制成 最年轻的也都是500年前的物品了 现代学者至今无法理解这些技术的奥秘 也有学者认为这些骷髅不是500年前 而是数千年前的产物 那么这些骷髅头能证明地球之外的文明的存在吗 根据某个传说所述 将全部的骷髅头在约定的时间内集中到同一个地方 就会产生未知的神秘事件 难不成会产生通往意思源的入口吗 让我们来探讨一些现实点的说法吧 尽管玛雅文明被认为是非常进步的文明 它们并没有制作这些骷髅头的技术 这些骷髅头也跟外星人完全无关 有专家详细地分析后 发现骷髅头是在19到20世纪的时间点被制造出来的 制造骷髅头的材料并非来自美国 而是瑞士或是德国 这可离玛雅文明的地点有点远了呢 摩埃像 是摩埃像的诞生原因与建造方法 摩埃到底是谁呢 你可能没听过摩埃这个名字 但你想必看过摩埃的外观 没错 我说的便是在位于复活岛上的巨大石像 摩埃像的额头跟鼻子都相当长 长着非常奇妙的脸 现今已经发现了约900座摩埃像 它们全部都由宁辉岩所造成 当中也有身高超过10公尺的摩埃像 这些石像的外观都很相似 但谁都无法说明 究竟要拿这些石像做什么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孤立于世界的岛屿上 生活资源又极其有限 你怎么会花费时间去切割制造出这些石像呢 这些摩埃像的诞生原因一直都是个谜 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外星人的所作所为 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们的幻想 根据岛上的传说 摩埃像能够自行行走移动 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是很有说服力 1950年代 研究者们前往复活岛进行调查 并亲自动手制作摩埃像 而就在当时 他们发现当地居民不但知道摩埃像的建造方法 也知道如何搬运这些雕像 当地居民很高兴地将所有资讯都告知研究人员 但是为何当地居民之前都不愿提起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没有人问他们 如果使用绳索以及木头来搬运摩埃像的话 从侧面来看就好像雕像自己在行走一样 但是人们至今仍无法得知建造摩埃像的意义 说到底 制造雕像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还请问问看可怜的米罗的维纳斯吧 谢谢你们观赏这次的影片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度过一段有意义的时间 谜团是很有趣的东西呢 就像之前所说的 如果我们不去追寻谜团 是永远无法找到答案的 还请帮我们留言或按赞哦 大家的评论对我们来说相当珍贵 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